我是物理治療師謝家翰 欸 大家可以看一下嗎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謝家翰 你知道嗎 人的醫生中有80%的機會 有腰痠背痛的情況喔 我們這種人種叫智人種 什麼原因我們會這麼常有腰痠背痛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是直立走路 我們跟其他的狗啊貓啊不一樣 他們是在地上爬 所以變成我們的脊椎就要抗地心引力 就註定了我們這輩子一定會有 腰痠背痛的問題 那一切腰痠背痛的原因啊 源自於脊椎的姿勢不良 駝背 陳曉雲漾翹屁股骨盆前傾 腰椎前彎 黃立琴的姿勢有沒有 這叫搖擺背 什麼原因會讓我們導致腰痠背痛呢 我們的核心啊是需要 擺對位置呢 它才可以作用喔 那想要知道怎麼恢復原廠設定嗎 跟著家翰一起動起來 抱歉抱歉 你可能可以再重錄嗎 跟著家翰一起動起來 怎麼那麼難錄 接下來呢 我們要教大家怎麼恢復 脊椎的原廠設定 我們脊椎啊 它是一個S型的姿勢 我們要恢復到它 一個原本的S型的姿勢 才是最符合力學的姿勢 然後等一下我們的運動 還會叫上呼吸 那呼吸的方式呢是 鼻吸嘴圖喔 這個動作非常簡單 你先找到家裡有一個瑜伽墊 就拿出來 然後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自己 確定躺在這個瑜伽墊的正中間 好 如果確定在正中間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擺好 來 雙腳 屈膝踩地板 腳跟呢 對準你的坐骨 好 那你的腳呢 要排列整齊 不能夠內八腳 也不能夠外八腳 這樣才能夠讓你的核心是 肌肉是放鬆的 才是在中立位 那我們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擺好我們的骨盆 那我們的骨盆在這邊 那我們的骨盆呢 來 我們先找到我們的肚臍 肚臍呢 是十二點鐘方向 那我們的齒骨呢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硬硬的骨頭 它是六點鐘方向 我們現在呢 要做 骨盆的前傾後傾 那我們的骨盆後傾呢 就是往十二點鐘方向移動 這叫後傾 然後呢 前傾呢 就是往六點鐘方向移動 那我們試著來 後傾 十二點 再前傾 六點 我們做個幾下 好 來 前傾後傾 那你在做這個姿勢的時候呢 記得 頭啊 身體不要亂動 因為這樣的話 就不是骨盆的獨立運動 我們只要輕輕的把骨盆 前傾 後傾 六點 十二點 做個幾下呢 我們找到中間的位置 好 我們做一個前傾 後傾 然後找到中間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 大概就是你骨盆的中立位 接下來我們的骨盆找到了之後呢 我們來確定我們的肋骨 我們這樣往上滑上去的時候有沒有 會摸到兩顆凸凸的骨頭 它就是我們肋骨 那我們現在 我們躺之下啊 有三個點是著地的 後腦勺 肋骨下緣 還有 還有 箭椎 那這三個點要著地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肋骨有沒有著地 如果我們肋骨啊 這個肋骨正後方 如果沒有著地的話 有空空的的話呢 我們就要試著把它貼回去 不然你就會有肋骨外翻的情況 好 那我們怎麼去把它給做好呢 來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挺胸的動作 有沒有 將肋骨下緣抬起來 離開地板 那胸椎往鐵花板上去 然後再壓下來 把這個地方壓到地板上 我們先把胸椎的活動度做出來 再壓下去 那過程當中呢 你在做這個挺胸跟貼地的這個動作呢 你的骨盆也不能亂動喔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代場 那我們就要簡單的把它給貼回去 來 那你也可以配合吸氣 吸氣 來 吐氣 好 會增加更多的感覺 我們吸氣的時候呢 會伴水挺胸 吐 嘴巴吐氣把它貼下來 OK 那一樣我們做個幾下 讓我們的脊椎有感覺之後把它貼好 那我們的骨盆胸椎貼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的脖子 我們的脖子啊 頸椎這個地方啊 它在對下巴對過來這一點啊 它要像一個拱橋一樣的 拱橋的最頂端要在上面 所以啊我們通常都會準備這個小墊子 像我呢 我的脊椎大概就是要墊個三公分 OK 你看我墊個三公分 然後把這個小拱橋呢 立起來 頂點在最高點 然後脖子是拉長的 有沒有 像一個天鵝頸 重點再來 你的眼睛跟嘴巴要在同一個水平面 這樣你的脊椎呢 才是在一個 有比較容易出力的姿勢 然後同時呢 關節韌帶是最鬆的姿勢 好 當我們把頸椎 腰椎 胸椎都擺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呼吸練習 那我們過程當中呢 都保持這樣的脊椎不動 我們要做我們的呼吸穩定練習 我們的脊椎前面有兩顆大氣球 所以你一手摸胸一手摸肚子 等一下的呼吸呢 是鼻吸嘴吐 在吸氣的時候呢 先用嘴巴吹氣 把氣吐乾淨 嘴巴要撅起來 像在吹衛生紙 想像這邊有個衛生紙 你要把它吹很遠 所以要吐氣吐深且長 吐到什麼程度呢 吐到 你有感覺有個馬甲線 從腰椎往肚臍的方線包起來 然後吐到底的時候 會有一種憋尿尿的感覺 然後吐到底之後呢 鼻子吸氣 那胸跟腹呢 你的手呢 會感覺到浮起來 然後再 這就是胸跟腹 兩顆大氣球要撐起來 然後吐氣的時候 一起沉下去 再吸 胸跟腹要一起撐起來 再來吐 做個三大五次 吐 我們的呼吸啊 它是一個3D的感覺 所以我們上下游了之後呢 接下來橫隔 左右兩邊也要喔 所以這個動作呢 你可以用雙手擁抱自己的動作 雙手摸在肋骨的地方 然後一樣先吐氣吐到底 然後再鼻子吸氣 那你吸氣的時候要感覺 胸跟腹上下游起伏以外 再加上這兩個鎖的方向要被撐開 再來吐 吐氣一樣吐到 有一種憋尿尿的感覺 肚子輕輕瘦一吋的感覺 再來吸 對很好 再來吐 好 那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橫隔啊 有更強的收縮呢 你等一下吐氣的時候呢 可以吐到底 吐到整個橫隔縮下去的時候 你很想要吸氣的時候 第一次吸氣呢 繼續吐 然後把它再縮一下 然後再鼻子吸氣 然後你會發現你的肋骨呢 你的肋骨會往中間更貼住 撐過第一次吸氣繼續 在第二次吸氣的時候 感覺鼻子慢慢的往中間流動 空氣充滿肺部 胸跟胸腔腔腔上下起伏 左右打開 好 如果說我們的左右上下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要感覺我們的骨盆 一樣 吐氣先吐到底 然後吸氣的時候呢 感覺你的骨盆呢 有往外打開的感覺 撐起來 再來吐 你的空氣要吸到下面去喔 吸到我們的骨盆底肌往下沉的感覺喔 然後吐氣 骨盆會往中間縮一點點 再來吐到一點邊壓的感覺 再來吸 吐 這就是增加腹內壓的方法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腹肌有點出力的感覺 你可以準備一個小球 放在肚臍下面一點點 然後雙手扶著球 一樣吸氣的時候保持剛剛上面的原則 上下前後左右都撐開 吸 然後吐 吐到底的時候呢 大手臂向下壓 把球壓下去 跟肚子對抗 因為我們吐氣的時候 自然腹肌就會出力 我們要利用吐氣的力量 再來吸氣放鬆 好球就會輕輕地浮起來 球就會輕輕地浮起來 再來吸氣 吐 好非常棒 那接下來我們要讓核心更加強壯呢 我們再加一個穩定的練習 想像呢 你的肋骨跟腳骨 比個七 對準 然後吸氣的時候 現在我們的小腰椎呢 會有個小凹洞 有沒有 可以穿過去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腰洞填滿 就吸氣的時候準備 吐氣的時候呢 一起往中間縮 把腰椎的小腰洞填滿 肋骨跟腳骨往肚臍的方向 再來吸氣打開 吐 記得 腰椎跟肋骨呢 腳骨跟肋骨呢 要一起往中間移動 腰椎要填滿 這樣才是啟動我們核心的一個很好的姿勢 再來吸 吐 穩定腰椎 然後現在呢 幫我保持腰椎貼地 然後呢 準備好 吸氣準備 好 吐氣的時候 右腳彎起來90度 然後再一個吸氣 記得喔 你要做腳離開地板的動作呢 一定要保持腰椎貼地的動作 才可以把兩隻腳抬起來 然後一隻腳一隻腳離開 不然齁 你會腰椎不穩定 很容易因為這樣抬起來呢 腰椎就扭動了一下呢 就會受傷喔 尤其是有腰痛的朋友 一定要小心 那我們現在穩定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球夾在中間 夾球呢 可以增加我們骨盆底肌的收縮 帶來是一條很重要的核心肌群 那原則很簡單 你看現在這個夾球夾住的時候呢 你的球拍下去的時候 是不能夠被拍掉的 它穩定住 好 接下來我們再一樣 把剛剛的動作呢 夾進來 吸氣 好 吐氣的時候 嘴巴吹氣 吐深且長 然後呢 加一個往內夾的動作 再來吸 吐 往內夾的動作 你會感覺 骨盆底肌會有更縮起來的感覺 往上 往頭頂方向縮起來的感覺 再來吸 吸 骨盆底肌放鬆 吐 好我們一樣做個三下 吸 吐 好那結束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先把球放到一邊去 記得 下來的時候很重要喔 下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先把一隻腳放下來 另外一隻腳再放下來 全程喔保持腰椎貼地 兩隻腳貼地的時候呢 腰椎才可以鬆開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呼吸與核心腹內壓的穩定練習 不知道大家學會了嗎 酸痛早家汗 讓你人生沒遺憾 我們下次見 CUT 好 錢真難賺 這個節目是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妳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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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